徐涛各務以及大賀 因為在大賀呢 在戲裡面演的是一個奇怪的房東 聽說每一次導演呢 就是到你這部分都不喊咖誒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可以分成 其實也不喊一次導演 都不喊咖 就是奇怪 好像劇本的戲已經寫到這裡了 欸你這樣喊咖了吧 喊咖了 因為發電影我聽不到咖 我就繼續把他演下去了 就自由發揮到 對對對 因為演得比主戲好長 就是我也覺得導演很相信我 對對對 因為我在裡面那個角色呢 其實非常古怪 因為副警戒大家也知道 這裡房間不平 然後呢 這裡啊 就是通通都是我家 你就知道 我就是一個多勇敢的 富二代人 我是個超級富二代人 他今天穿在 欸你看 今天穿的也很像 有沒有很土豪吧 所以很適合收理智 他等到門口的時候 記得把紅包放著這樣子 而且因為 我在裡面導演說 欸那你覺得你這個角色 因為他其實沒有一個真正的名字 像森啊 或是不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 那導演就說 那你覺得你的名字是什麼 那你說 最狂的富二代 應該就是 這可以講 可以可以可以 又覺得最狂的富二代就是金正人的 那我覺得 哇哦 天啊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這名字 只有阿斯莫的金正人 然後又有一點小小的乎乖 那我覺得 蠻有趣的這樣子 我覺得你現在講話 就已經有那個 感覺了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我覺得這個導演 就是他在現場 其實常常不喊咖 他也相信我 那我覺得就是 他既然不喊咖 好 那我就演了 好這樣子 好 對 那 他也是啊 你說 就是有一次導演對我喊咖了 平常我們拍戲都是很快 很迅速 然後有一次你知道酒 在咖啡廳爸談的戲 然後那一次 我是很認真的要跟他告白 就是我很崇拜他 然後 鏡頭大概是正面這樣子過來 然後我們都有窩急嘛 那都分內外這樣 導演在外面 我們在內場 然後我開始演了 3 2 1 然後開始我很認真的在講台詞 講一講 導演突然說 欸 卡 然後想說怎麼了 我已經不講得不好嗎 怎麼了 導演說 長相關係嗎 講得很好 你答對了 講得很好 但是 欸攝影班不好意思 臉有點太大了 我可以 我可以調一個比較 臉比較小的角度嗎 就盡量不要正面 拍一個和美 臉比較大 你盡量側面一點高一點 還是拍你的膝蓋 你再點誰一點的關係 然後我整個心受傷了 我臉太大也錯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導演第一次對我喊咖 我 竟然是因為臉的關係 因為導演其實在現場就是 竟然會讓我們演很順的感覺 真的 但是 就像森俊說的 導演非常了解我們的個性 對 外表怎麼樣好看 真的 所以為了大家好 不要拖累大家 但導演講得太直接對不對 所以 心中會有點被刺傷的感覺 覺得很開心 對很棒的 好 那想問一下徐豪 就是聽說 欸 連雨函是你的理想型 齁 哇 其實剛剛在看片話的時候 還看到你壁咚那個妞妞 那今天 聽說是你的生日 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不要來 壁咚 別雨函 可以嗎 你要嗎 給你一個機會 快點 我現在不決定對不對 好 來 大家相機準備好了嗎 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來 來這邊 好好喔 來個 這是很羨慕你 要專業一點 要專業喔 大根本要拍得到 而且你不能擋到女主角裡面 對 不可以擋到女主角 來來來 剩你大根準備好了嗎 不願意 很喜歡有不願意嗎 可以嗎 我會OK的 你們應該問問我的意見吧 哈哈哈 生日快樂 那你又要問 不要問誰誰誰誰誰 不管他 不管他啦 欸你們太觸動複雜 你們先放下你們的那個 好來來來 我們來三二一喔 來左手喔 上去囉 靠近囉 啊 嗚 哇 好害羞喔 激氣的 激氣的 好 OK 好 余涵說可以了 余涵說好了 夠了喔 夠了喔 欸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恭喜你 好 好我心裡快到了 怎麼辦 哈哈哈 現在大家應該很想爭取到福利 來好 那再問一下就是 徐濤現在心情怎麼樣 小路亂撞 哈哈哈 平常就是不會避動別人 哇 剛剛呢 工作人員還跟我說 你會不會太害羞就拒絕了 但沒想到你剛剛 欸很果絕嗎 他們就說YES YES 來來來來來 我剛剛得了一個機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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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有害羞的感覺 OK 那想問一下呢 個物的部分 個物的話呢 你第一次演戲 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部分 可以跟我們分散一下 印象深刻的部分嗎 就是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演戲嘛 所以 我很多部分都不知道怎麼演 所以我就問了 或者跟那個 和美姐要怎麼 怎麼 揣播介入角色 要怎麼 怎麼 那個表演 然後我們就 他們就教我很多 很多東西 對對對 是 而且你自己是日本人對不對 是 可以來一段日文嗎 跟大家問個好 是 是我介紹嗎 對 是我介紹一段 可以 我們就 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 走向國語 走向國語 台灣人連國語都講不好 講一下 哈哈 我們就覺得日本見就靠你了 來 對對對 來 來 歡迎這邊請一點 我的名字 Kawami Kouta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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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想問一下你在戲裡面 其實是猛追 小雅 Ashley對不對 但是都沒有成功 這是重點對不對 那你自己在平常的話 有告白成功的經驗 因為我沒有告白過很多次 很緊張 我沒有 很緊張 我沒有告白過很多次 所以 有 有 好像 沒有成功過 可是有 失敗過 你是被告白的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告白然後你在 炫耀文 對 都是被告白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是失敗的 失敗的 對 就我好像 國中那個時候吧 應該是國中 國中那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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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 就 我想 就是有一個女生 就很喜歡她 然後我就 在那個 那個 運運縫那個時候 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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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跟導演一樣 直接跟你說臉 對 沒有啊 我直接喔 這女生 那你後來有瘦下來對不對 對 後來瘦下來 是因為被刺激到是不是 被甩了 對對對 那是我的 那 好 那接下來我們